就是说你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找到 要不就是说影片的部分 我们会是放在教学论坛 如果你教学论坛有加进来的话 理论上第四次上课 那这边其实都会放我们每一次上课的连结进来 然后 防灾一、防灾二、防灾 所以上一次上课的话 基本上我是把它 它摘入的总共会有九段影片都在这里 那主要包含就是说 我们利用之前的那个班级查询 之前有用到有一个 当然我们是做什么 用那个筛选 分割资料 然后做什么呢 做快速的帮我们把 比如说业务人员 快速的把它筛选出来 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工作表 帮我们把那个工作 那个业务人员放在那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那当然我会需要一个清单 那这个有点像之前的那个 班级查询的那个范例 那里面一班、二班、三班 那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将来如果你工作里面 很多很需要就是说快速的把你需要的那个栏位 作为一个清单 自动的帮你产生个别的那个工作表的话 那其实上礼拜的范例 应该我觉得还蛮符合你的需求 那我尽量反正功能性很明确 反正我基本上就是希望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筛选功能 所以特别说关键就是筛选 那不过在筛选之前恐怕有个清单 所以我们会用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根据什么 根据业务人员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帮我把筛选的结果做出来 那这些程式啊 像我上礼拜我刚刚看一样 我好像没有存到档 我也没有关系 我刚刚就是直接重做 那主要就是总共有几段程式 包含就是低段程式 就是这个分割什么 工作表 底线筛选 那里面主要做什么呢 就是自动帮我产生一个 这个什么 第一步的话记得就是说 我要在N N栏的地方先移除重复 记得一定要以一个 移除重复的一个清单 那这个移除重复的清单 自动怎么样 帮我先add一个 add就是新增一个工作表 在最后面一个 然后名称的话呢 就是那个名称 然后并且呢 利用什么筛选功能 筛选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这个范围 然后栏是第三栏 citeria就是那个名称 也就是帮我找 这个就是业务名称 所以第一步你们可能 如果假设你上个礼拜 没有存到档的话 那我这边是怎么样 先把这个 先把它先缩小一点点 在N栏的地方先 做一个移除重复 这个按钮先把它搬到旁边好了 在N栏的地方 把C栏的东西先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做什么呢 贴上做资料里面 有个移除重复 那这个移除重复 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只要留下清单 那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到第七 做什么呢 把这个N栏的菜头的名字带过来 做什么呢 根据他去做筛选 筛选找到比如说菜头 把菜头只要留下来 留下来做什么呢 把这个范围新增一个工作表 复制过去 当然以前如果你要 涂法链刚慢慢来的话 变成你要花 假设你的支配量非常多 你就是要重复做 但是呢 如果说你懂得利用 我们上礼拜讲的 你就会快速做 当然第一个 一定要先做一个清单 这个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清单的话 那你要让他跑回圈去抓 这个恐怕会有问题 当然以前我曾经想过 要不就是 有点像先复制那一个 然后移除重复 等到最后再删掉这一篮 也是可以啦 有没有 只是 当然这个你延伸性的部分 自己再去做 我们做完之后 就按下这个按钮 基本上就会产生 从菜头到瑶瑶 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 变成总共它里面 总共有六个业务人员 意思就是这边有六个 这个工作表 然后把这六个工作表怎么样 把资料分别用筛选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放过来 OK 这个我想应该功能很简单 需求一般工作里面 也蛮多这样需要的 其实这个功能呢 你说它是eceo里面 其实蛮常用的 其实这个资料库也蛮常用的 其实以前我们做资料库 也就是大概就是把需要的资料 先筛出来 然后做报表 个别性 别业务人员 每个人的个别性报表 你一定要先针对业务 那实际上等同就是把eceo 拿来当资料库啦 那我是觉得你也不用特别去分 到底是eceo还是资料库 我觉得它基本上也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要做的事情是OK的 没有问题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按一下这个按钮 那就可以把我要的东西塞出来 然后帮我放过来 OK 一二三四五六个人了 那当然我们后来又写一个 所谓的那个批示删除掉它 删除很简单 只是说在2010以后的版本 不会跳那个lamp 不过以前可能 那你要坚固一下 把那个disprezlamp把它forse掉 那就自动帮我把它删除 直到剩一个 OK 那程式怎么写 好像没几行 其实关键用一个回圈 加一个那个shitz的物件 瓜乎i dandelion 只是说要不要跳那个alamp 所以其实关键就那么一行 dandelion的方法 跑个回圈 让它批示删除 三道只剩一个 OK 最后的话呢 当然如果说我不是要这样 我不是一下子全部 我是要个别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用个别筛选 那另外刚刚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它会跳那个一闪一闪的这个 不过后来会多跟各位讲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就是把那个关掉吧 关掉应该还记得吧 关键的地方就是那个application 什么那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这个物件蛮重要 我是建议这个物件名称恐怕要背一下 它闪动不要出现的话 就是screen updating 等于forse 这就关闭了 其实在 Excel VBA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属性 然后你可以把它关闭 也可以把它打开 像那个display alone 其实大概效果差不多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彻底了解的话 当然我们刚刚有个 我前面讲过物件嘛 物件里面 外物就是一个属性跟方法 那你就是里面东西 如果你可以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比如说screen updating 如果假设你不太清楚的话 你可以按F1 这边里面都有 OK 那只是说 怎么跳displaced 我们是square updating 它怎么跳 是不是它意思是差不多的 那你可以发现 它这个application里面的所有属性 它都帮你列出来 列在这里 而且按照英文这么排列 当然理论上 我们不可能全部都会用到 可是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字典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说 这个application itself 它能够做到什么 其实能够做到就是 你这边所有的清单 能做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你把它当字典 偶尔你如果说 假如不太清楚 但是你要做出某种效果 其实这里面查一查 或许有的时候可以查出答案 像square updating 我本来也不确定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看到square updating 意思就是画面更新 那等于false 我试试看 发现真的就关掉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物件的观念 如果你通的话 我觉得你用一种逻辑推敲 有时候可以找到答案 不见得一定要找书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 我答案怎么来的 我有时候是用猜的 然后再去试 试出来就OK 像那个什么dispressor learn 也是大概的状况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底下 他说关闭萤幕更新 可加快聚集就VBA的程式 OK 然后大概是这样 所以也许你可以善用 那个所谓的F1 OK F1的这个功能 然后记得最后要把它关闭的话 就是application updating 我习惯把它拖拉加knt键键 再加个等号 他会有个tru出现 这样都OK了 那你会发现 如果刚刚会闪动 现在会不会闪了 现在就不会闪了 这个其实还蛮常用到 就是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大量的在产生资料的时候 一定会有这种切换的状态 那一定要记得把它关掉 这样子可以加快你的那个程式的速度 OK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有讲到有个所谓的筛选业务 比如说我想要找谁 找谁的话 比如说我想要找个别的 那你可以知道 那我先把它删掉 比如我想要找某一个人 找那个小咪或者是菜脱 我想小咪好了 那我讲过 那如果他有这个人 也就是说能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东西叫做input box 特别是用 以后如果你不想要很麻烦 去做一个表单 让使用者输入的话 其实最简单就input box 那input box的话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让使用者输入一点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丢过来 有个x我们去接 所以这个小咪有没有 它就会将来丢到一个x的变数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x变数做后续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需要两个资料的话 那你就input两次就好了 也许你第一个放x 第二个放y 这样也ok 比如说你可能要查两个条件 可能业务人员叫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说他卖的产品是什么 你也可以两个条件 是也ok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上个礼拜我们讲就是防呆 也就如果这边假如说他输入的资料 就是空的没有资料 那当然不行 第二个的话呢 比如他输入什么 他输入了资料 所以我们后来有写了一个防呆 防呆的话我们就是三个防呆 这个已经存在 然后明天写查物资料 所以我们就是小咪在按确定 这个是有的 不过他刚刚也会闪动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不闪动一样 你就再加一个那个screen updating 把它force就ok 小咪就查出来了 但是如果要防呆的话 我刚刚讲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如果没有输入 那你还把它倒回去 所以我们有个go to叙述 go to到哪里 比如说按确定 没有输入就按确定 他说请务必输入 这个好像re没写 ok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倒回去的话 你可以到这边判断说他如果空的话 那本来是e-lis sub就跳离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go to go to的叙述 然后re 记得re这边就是在input box上面 加一个标签 re冒号就可以 那他意思是什么 如果还没输入跳一个请务必输入资料 后面其实我好像有加什么 那个critical ok 警告一下 然后跳到re 刚刚是e-lis sub是直接跳的 那跳到上面这样 所以再来看一下 没有输入按确定 请务必输入 然后又回来了 不过这个可能要善加 就是你使用的要特别重要 你要对像上次好像有同学是放错位置 结果他怎么样 一直出现go to 所以一直回去 变得无穷 我已经跑不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另外的话如果他又输入小咪的话 没有防呆 否则的话他如果没有防呆 小咪已经存在了 那当然他会产生错 所以什么 一定要先把旧的删掉 产生新的 ok 所以我们上次有提过 删掉重来的 所以这个是新的 更新过 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输入 不要找什么 找找找什么 找一个人 比如找AAA这个人 那他一定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理论上啊 当然我们如果没有防呆 他会变成多一个AAA的工作表 但里面是空的 空的没有意义啊 所以怎么办 我们也要防呆 也就是说 如果他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是空的 那我就不见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好像做一个防呆 查无资料 然后最后怎么样 要不让他出现 不让他出现的方式的话 当然了 我这边是把他delete掉 OK 不过判断的方式 那个上个礼拜有 同学是提 我是写在这里 就是说 如果我向下追踪的时候 等于1048576 也就是他产生的时候 里面是空的 为什么1048576 我这边加一个注解在这边 加一个在这里好了 比如说我刚刚 这个地方再跑一次 我加一个中断点 比如说我找AAA 一定没有 然后他会进到这个逻辑判断 如果我目前产生找到了这个里面 应该是指的哪一个 选择1 所以应该是指这个 这个里面 怎么知道是没有资料 那我是Ctrl向下 回来是1048576的话 那应该就是没资料了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做什么呢 那就是把它先取消筛选 也就是这个状态 筛选状态要把它关掉 另外的话 把刚刚做的那个是删掉 当然逻辑思考上面你可以改 没关系 像有同学就干脆就不新增了 就是把它放在新增那边 这也可以的 只是说那个思考 看哪一种程式写起来 比较精简 比较好理解 我的想法是说 我先产生了 没关系 如果他不纯就把它散掉 也是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同学有提到 就是这个1048576 也就是如果说 你今天是 Excel 2007以后的版本 是10485 但是如果是Excel 2003 以前旧的版本的话 那可能就6536 那怎么办 后来同学有提了一个方法 如果说我想要知道 目前这个工作表的总列数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一个 我用Ctrl G 即时运算 Print一下 用什么 用一个叫Sales的一个物件 Sales 之前我们讲Sales 点 点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叫什么 Row的 Row的一个属性 Row还是Row Row OK Row 这个指的就是 所有的列 然后告诉我 点Count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工作表里面 总共有 多少个 Count 就是总数 OK 那我Enter的话 这边它会出现1048576 但是如果说 我今天做同样的事情 在2003的版本的话 那会是6536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兼顾 所有版本的 这个相容性的话 那我们应该写这样子 也就是说 目前 那其实你就直接把这一个 这几个 其实如果 也不用特别背 因为其实你可以想 反正Sales就是目前工作表的总数 点Row 不过如果用序词应该也可以 序词物件 这可以看 再试试看 序词物件 我看 如果用序词 假设 因为我们只是想知道说 总列数 总列数 所以其实如果 我用序词物件 序词点什么 点Row 看看 可是它没有Row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OK 所以我记得 就是所有的储存格的集合点Row 所有它的列 少一个L Sales点Row 然后点什么 点Count 当然你也可以提示一下 因为它打的时候 都会有提示 把这个什么 这几行复制起来 OK 你可以在即时运算 在Ctrl G 然后练习 把这边呢 改成什么 叫做Sales 这个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好 这个的好处就是 不管哪个版本 就通吃了 就不会有那种 还要区分6536 或者是 104857 2003或2007以后的版本 就没有差别 反正就这样写就OK了 那一样 我们就查无资料 所以里面是没有 然后我们就直接查无资料 然后接下来 我这边是把它删掉了 删除了 OK 然后大概是这样 这上个礼拜讲的部分 不过后来我有再提到 如果我今天不是只是筛选业务 而是要筛选其他栏位的话 那未来当然有可能遇到什么 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筛选客户名声 这几个都是文字 OK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做分类 理论上在查询的话 基本上 我们都会 如果都文字的话叫文字筛选 这里面这个 等一下去 那如果里面是数字的话就数字筛选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日期的话就日期筛选 会有不同的筛选方式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更进阶的筛选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撰写对应的这个按钮 看你要筛选什么筛选业务 产业别或者是日期或者是数量 他可以很快帮你捞出来 那但是如果说同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业务已经筛选完 但是我要重写筛选产业别 当然理论上应该不用重新写 因为里面其实有蛮多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城市里面基本上房呆一样 只是说筛选业务可能要把它改筛选产业别 那里面大概改几个吧 这个栏数不同 其他好像都一样 所以其实如果说大部分城市都一样的话 你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 是不是需要像什么呢 复制贴上 假设你今天选择是什么 这边复制 然后贴到底下来 也许你可能可以改什么 改一个名称叫筛选产业别 然后改改改 可是你会发现好像城市里面 大部分都一样 那大部分都一样有个问题 如果说我将来这些城市 都改了一些地方 改了一个地方 改了一个地方 变成你每个地方要重新 每个又要再重新改 一样那个地方 感觉好像不 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就把它写成叫做所谓的共用的sub 或者叫共用程序 那我把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挑出来 不同的 不 跟你讲 把他们相同的地方 维持一样 那把不同的地方抓出来 那哪些地方不同呢 名称不同嘛 对吧 然后还有呢 将来要筛选的这个栏数不同 其他好像都一样 所以他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我就可以怎么用共用程序的方式 用传参数的方法 这样子呢 我就以后如果说我要修改程式 我就修改共用的那个程序就好了 这个可能会让你将来程式比较好维护 不过这个我想 待会我们再来看 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所以请各位呢 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一部分 我刚刚讲的其实影片都有啦 只是说我们把那个重点挑出来 那你就把这些回去再复习 那另外的话延伸过来 就是共用的程序部分 怎么撰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些东西其实真的还可花时间的 因为第一个 他只要有一点点错 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会让你要 试个一整天 恐怕都在试同样问题 所以尽量 我是建议 你尽量还是不要太花时间在那种钻牛角尖 或者是说改一个小错误的问题上 所以尽可能还是可以把正确的版本留下来 然后以后改的话记得 就是真的 微调就好 尽量不要大改 否则的话 有些东西其实真的还蛮容易出错的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 如果你要改程式之前一定要保留旧的 不然你改完之后发现 改不出来 或者改错了 然后结果你又没有保留你原来的程式 那就完蛋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 尽量在修改程式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个备份 备份的方法怎么样做 不过就简单 其实也没有标准的模式 尽量还是找一个你觉得习惯的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共用Sub 共用程序的撰写方式